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星期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30多个团体发起游行 要求彻查湖南民主斗士李旺阳死因的真相 估计有超过25000名香港民众参加 警方一度阻挠香港市民在中联办前抗议 有上万人围堵中联办 也有人焚烧中共党旗 高喊打倒共产党 要求中共下台 七次游行主题是测查李旺阳死因真相 以及追究屠夫政权 主办单位并呼吁示威人士穿上黑衣 以及戴上鲜花到中联办前祭奠 游行人士先在折打到集会 然后前往中联办 李旺阳被毁尸灭击 激起港人愤怒 市民自制横扑和标语 强烈谴责中共屠夫政权 必要求调查真相残款血价 有人一家大小都来抗议 他死得不明不白 很不应该那些人杀了他 这件事就是每一个香港人 每一个为人有良知的就要站出来去抗议 不少市民戴上天灭共匪的头戴 通骂中共是杀人党腐败党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类的政党 共产党是欺人们去 欺人们去死的共产党 我们一定要从对方都在 有些人士到达中联办后 由于警方不肯开路 双方一度僵持 有些人士将整个中联办包围 有示威人士冲破警方防线 一度冲出马路 拥到中联办正门前悼链 有人扔纸钱 有示威人士愤怒焚烧中共党旗 也有人高喊打倒共产党 警方五次使用胡椒喷雾 一个女示威人士被警方强行抬走 也有示威人士感到不适 主办团体宣布 共有两万五千人参加游行 并批评警方阻挠示威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了解感谢大家的明知 你们的约组 能够改好 不曾两个人 不满意